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保民 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西方制裁 并没有阻止俄罗斯人出国旅游享受阳光 美国的媒体愤愤不平 夏天已经来临 是旅游的黄金季节 西方媒体最近发现 俄罗斯老百姓并没有因为战争 被封锁在自己的家里 在飞往土耳其 埃及和泰国的旅游线路上 挤满了俄罗斯人 而且他们乘坐的是波音或空客的飞机 俄罗斯人和所有国家的老百姓一样 都喜欢出国旅游 我们国家的老百姓最喜欢去的是新马太 因为距离比较近 费用也成熟得起 经济实力强一点的 已经周游世界了 俄罗斯的主要人口寄居区在欧洲 所以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 我们在欧洲历史名城的大街小巷里 能见到不计其数的俄罗斯游客 甚至还有不少的俄罗斯退休的夫妻 会自驾车开到西班牙去 因为低处寒冷 俄罗斯人对阳光沙滩和热带有强烈的兴趣 除了中国的三亚和北戴河 在土耳其、埃及、甚至东南亚 也能见到很多的俄罗斯人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 欧洲就再也见不到俄罗斯的游客了 这完全是欧洲国家政府自寻烦恼 为了迎合美国的政治立场 砸了自家旅游业者的饭碗 由于印度、中国并没有追随美国 对俄罗斯搞全面制裁 所以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小麦 还能大量出口 战争打了一年多 虽然前线的情况不算很理想 但是俄罗斯后方的老百姓的生活 并没有说什么严重的冲击 2022年俄罗斯的GDP 甚至还有了4.7%的增长 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 还是有钱出国理由的 对这个情况 美国政府是气急败坏 却又无可赖何 他们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俄罗斯人出国乘坐的是波音 或者是空客的飞机 根据制裁条款波音空客 已经不允许向俄罗斯提供飞机 维护服务和零部件 美国甚至禁止自己的盟国 给俄罗斯的客机加油 这些俄国的飞机 是怎么飞往全世界的呢 西方媒体关注了俄航的一些飞机 其中有一架波音777 尾号是RA-73132 一直在莫斯科、北京、伊斯坦布尔 曼谷和马雷之间飞行 还有一架波音777 尾号是RA-73144 飞行路线是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土耳其的安塔利亚 和伊斯坦布尔 还有泰国的普吉岛 然后回程 媒体跟踪发现战争刚爆发 西方政府就命令自己国内的注册企业 把州令给俄罗斯的各个航空公司的飞机全部撤回来 但是俄罗斯政府的动作更快 把其中大部分没收了 大概有400来架 随后 俄罗斯将其中的180架注册为自己的飞机 其他的飞机不再飞行 干什么呀 用来拆零件 给这180架用 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了 但是兼职个几年是不成问题的 俄罗斯还可以通过灰色渠道 通过土耳其和东南亚买到一些飞机的零备件 美国随后发布新的禁令 禁止其他国家向这些飞机提供加油 维护修理 提供备件或者其他的服务 民航飞机可以回到俄罗斯再修理 那加油问题怎么办呢 比如说新西伯利亚和普及岛之间的飞行 接近8个小时 离开泰国之前必须加油 莫斯科和上海之间要飞行9个小时 也需要加油 这些问题对土耳其机场也是一样 而且土耳其的航班枢纽非常重要 俄罗斯的民航要驱往地中海埃及 需要在土耳其津艇加油 但加油本身是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 土耳其有两家最大的民航服务公司 分别叫做哈瓦斯和TGS 他们公开表示不再给俄航的波音和空客飞机加油 但是飞行跟踪媒体发现 俄罗斯航空公司仍然在土耳其加油 并不是哈瓦斯和TGS提供的加油服务 而且俄航的一些空中客车飞机 现在是去伊朗维修的 但波音飞机的维护就很困难 大家不禁猜测世界各国 包括美国的盟友们到底有多大的兴趣 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 泰国 土耳其 埃及 这都是和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的 他们对俄罗斯飞机和俄罗斯游客的态度 看来还是挺热情的 至于飞机的维护保养 为了安全和质量控制 飞机用的每一件耗材都是有系列号的 每一次维护用的哪些耗材 航空服务公司都有严格的记录 要是空客公司不知道自己的备件用到哪里去了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各国代理商给俄航提供服务的事情 空客显然是真一只眼 毕只眼 加油的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 包括土耳其 埃及 泰国在内 注册一个新公司给俄航加油 那实在是太容易了 至于中国 我们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 俄航无论在中国的哪个机场 都可以加满油再走 民航飞机的寿命很长 俄罗斯手里的空客飞机至少还能飞15年以上 所以如果美国还不打算推动和平进程 顽固的要求泽量司机政府继续打下去 恐怕令美国政府尴尬的事情会一件接一件发生 好 这些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